一转眼,生化维基7的主线剧情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实际上这款游戏有四个DLC也是和主线剧情相关的 最后这一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一讲 在DLC卧室里面可以看到 游戏最开始的时候 记者团三人组里的老大克兰西 没有直接被捷克捶死 但是跟他同行的其他两个记者都挂了 克兰西则被捷克抓到了玛格丽特的卧室里 慈祥的玛格丽特给克兰西带来了丰盛的老八秘制美食 吃完了克兰西就会变成伊弗林的家人 那么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密室解谜 克兰西需要找一条路逃出去 于是在玛格丽特出门的功夫将这边探索解谜 最终拿到了一把刀子插翻了玛格丽特 然后可以从床底下的密道逃离 但即使是这样克兰西并没有逃脱 而是后来被卢卡斯给抓住 放进了那个生日快乐的密室逃脱 也就是在游戏主线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个生日快乐录像带 而在DLC女儿们的剧情里也很压抑 讲述的是伊弗林来到贝克一家那一天的故事 那几天贝克家附近的地区正好在下暴雨 造成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正好也是伊弗林摧毁游轮的日子 米娅和伊弗林被冲到了河口 善良的老头杰克把伊弗林救了回来 并且安置在了卢卡斯小时候的房间 这个DS的主角是在左翼的视角 在救回伊弗林之前 这一家人的性格都非常温和 但是伊弗林控制了这一家人 卢卡斯被打晕在地 玛格丽特被变成了养虫大师 杰克变得喜欢自我摧残 只有左翼还想着逃跑 没有被控制心智 当左翼逃出房子之后 可以看到同样被杰克救回来的米娅 被安顿在了左翼的房车里面 但是左翼还是被伊弗林逮到了 等到了第二天 一家人又正常的在一起吃饭了 只不过可以看到的是伊弗林的幻觉 但其实左翼被感染这么久 精神一直还比较正常 也许说明左翼也不是一般人 后来伊森拿到血清没有救左翼 而是选择了救老婆米娅 如果选择给左翼注射血清 那么左翼就会上小船和伊森离开 但是这其实是游戏的坏结局 因为左翼会在行驶之轮船的时候 直接全身盖化 然后就没有左翼了 后面的内容仍然一样 但是最终伊森只能一个人坐着直升机离开 也就是说老婆和左翼都没了 所以选择救米娅是正确的 在DLC左翼的结局中 左翼没有及时注射血清 确实也盖化变身了 这部的DLC主角名字叫做乔 是左翼的叔叔 我们可以叫他乔老爷子 那么这一作也可以叫做乔乔的奇妙冒险 乔老爷子看到左翼盖化 以为是这些士兵干的 于是狠狠捶了他们一遍 这个乔也是一个退伍军人 身体素质好的批爆 不得不说 左翼盖化之后反而变得非常具有美感 就像艺术品一样 从士兵的嘴里了解的真相之后 乔带上了左翼去寻找这条办法 因为乔老爷子的战斗力非常强 比主角还主角 打怪物靠拳头就行了 贝克家绝对是战斗民族 在一个机器上可以获得治疗左翼的药 虽然机器有点坏了 老爷子直接使用了中国传统修理电视机的方法 把机器给修好了 获得了药物 在这个DLC里还会遇到一个boss 看上去就像章鱼哥一样 也是一个感染很彻底的人 战斗力虽然很强 但是还是被乔给吹爆了 吹完了才发现 这个boss竟然就是杰克 也就是乔的弟弟 此刻乔老爷子还不知道杰克一家人已经变异了 被伊森注射血清盖化之后 竟然还没有死 只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而且杰克也找到了左翼 并且一把扔了出去 最终杰克被乔捶死了并且盖化了 不得不说杰克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 或许这都还没有死 以后还会复活 不过幸运的是 乔找到的姐要成功的救活了左翼 并且克里斯也找到了两人 将两人成功的救援了下来 此刻伊森打来了电话 原来救援信息正是伊森提供的 因为当初说好了找人来救左翼 看来左翼被成功攻略了 贝克家还有一个人不见得踪影 这个人就是卢卡斯 卢卡斯的结局在DLC不是英雄里面 在伊森被救出来之后 克里斯亲手来找卢卡斯了 真正的主角一出手 事情果然不简单 因为卢卡斯的智商极高 所以非常危险 克里斯来到矿洞里面找队友 卢卡斯直接用炸弹炸死了克里斯的队友 还给克里斯手上安装了炸弹 当然卢卡斯设置了非常多的机关 克里斯每次找到队友 队友都被干掉了 这是个连克里斯都感到棘手的家伙 并且这个矿洞内部和伊森来的时候可不一样 在矿洞深处居然还有秘密基地 这要是伊森来可能还真干不过卢卡斯 卢卡斯在剧情里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不孝子 并且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 很显然卢卡斯并没有被病毒控制精神 反而很享受拥有病毒这种强大的状态 用父亲杰克抓来的路人做实验让他很开心 同时卢卡斯还成为了某个生化公司的首席研究员 并且把伊芙林的情报卖给了别人 他根本不想伊芙林被消灭 还从后面偷袭克里斯 难道真的不知道真正主角的战斗力吗 但是卢卡斯也变异了 而且变异的非常有造型 可以说比祖先的最终过斯还帅 但是最终还是被克里斯给结果了 另外还要中断卢卡斯向别人传送的数据 游戏就到此结束了 由于《生化危机器》是一款第一人生视角的恐怖游戏 所以全程你都看不到主角的脸 不过根据国外玩家开修改器修改相机之后的视角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主角怎么没头没脑的呢 用修改器还是可以稍微看到伊芙的正脸 不得不说很帅气 凭着颜值确实可以当主角 那么最后可以来看看《生化危机器》这款游戏 现实中的脸膜 由于游戏画质的飞跃 游戏中的角色建模和真人角色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这个卢卡斯 简直比真人还像真人 又比如这个伊芙林 现实中还是非常可爱的 这是一款比较特殊的主线生化危机 我们也终于更新完了 那么之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